我们已经学了怎样用factorization competing the square和formular 来找到root of quadratic equation 在这一边我要让你看到这三个的关系 像这一题我用了competing the square 因为我用了formular来找到答案之后 事实上我看到他答案是整数的情况之下 我知道这一题其实是不需要做到这样复杂 我可以直接用那一个开画和factorization的方法 来拿到答案 这一个他直接x和x 然后5420 这一边会变成4x 这一边会变成5x 然后他大的是加 所以加减 所以x减4等于0 x等于4 x加5等于0 x等于negative5 一样的答案 然后同样的在这一边 如果我用的是competing the square sq的情况之下 x加x-20等于0 然后我就有x加x加1 2的square-1 2的square-20等于0 ok 在这一边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我这一个选择是1 然后除2 来除2 然后我square他加了再减 他是一样的 然后这三个合起来 它会变成x加1和2 sq 这三个我把它合起来 ok 它会变成这一个 然后这两个 我把它合起来 怎样合起来 用计算机 减1和4 减25 减1和4 减1和4 negative1和4 然后在减20的情况之下 我拿到的是negative81和4 减81和4等于0 然后我就有x加1和2的square 等于81和4 x加1和2等于square root of81和4加减 记得square root的时候 要放加减 然后它会变成加减92 然后x加1和2 然后我把那个1和2 搬过去的情况之下 它就会变成x等于1和2 加减9和2 ok 在这一边 你可以看到 这一颗和这一颗 是一样的东西来的 然后最后拿到的答案 也是一样 x等于4 x等于-5 然后在这一边 这一题 我们拿到的答案 是小数的情况之下 就是说 我是不能够用 那一个negative来线来做 但是我可以用commitative的square来做 2x2-5x-6等于0 然后这个时候 我全部都除以2 除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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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它变成x2-5和2x-3等于0 然后我就会变成x2-5和2x 加x2-5和2x2-5和2x2-5和2x2-3等于0 然后在这一边 其实是把这一个的coivision除2 ok 或者是更主线的来讲是乘数分之1 它就更简单 然后我把这三个合起来 还有我把这两个合起来 这三个合起来的情况之下 它会变成x-5和4的square 然后 减这一个 那后面那两个合起来 会等于73和16 然后x-5和4 会等于 加-square root 73和16 等于 然后 我在这边 把-5和4 反过去 会变成加5和4 所以它是5和4 加-square root 73和4 ok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因为square root 73和16 也等于square root 73和square root 16 等于square root 73 除4 ok 这一个 这样有什么关系 哎 你可以看到的是 这一个东西 跟这一个 会是一样 所以到最后 我拿到的答案 会是一样 就是x-0 3.386 和-0.8 8 6 ok 在这一边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说 同样的议题 我可以用 formular 也可以用computing stamp 拿到同样的答案 然后这一题 除了computing the square 和formular 之外 它甚至能够用focalization 都可以拿到同样的答案 ok 就是说 其实它是整数的情况之下 我 就用focalization 是最快的 然后如果它的答案是 小数的情况之下 不能换成整数 和分数的情况之下 formular 不是一样的 你可以看到 同样的议题 我用formular 但是 我要用computing the square 它不做是很复杂的 所以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能够focalization 我们就focalization 不能够focalization 我们就用formular 我们 不会做computing the square computing the square 我们只会在 chapter 3 来找maximum 和minimum point 的时候 用到这样的一种方法 ok 以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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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